欢迎收看谈期论权 我是信怡 我是志伟 节目开始还是请您拿起手机 扫两下QR Code 这是我们志伟老师的LINE AT 那最重要的呢 还是请您按赞订阅分享 把小铃铛开起来 那今天的节目呢 要请教志伟老师 差一点是什么 真的是差一点要进场 差一点要进场 因为最近的盘势真的是 已经这种涨跌幅 都是还是整个政治局势的一个关系 完全不是基本面跟消息面 这完全是战争的消息面 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说实话 做期货是比较单纯 我说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一个 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东西 我说像以我们国内金融市场 你可以做的大部分的股票 是 期货选择权 OK你在证券商开户就可以做这些 是 好那股票的话呢 我说我们可以赚什么 股票可以赚 股利 股利 也可以赚价差 对不对 那期货很单纯就是价差 选择权也是价差 是 可是相对 大家注意看 我们在判断 可不可以做这个商品可以 有没有机会进场的时候 我们要看什么 像股票好了 我们要看什么 基本面 对没错 然后也要看趋势方向对不对 对 那做期货就简单了 你只要看趋势方向 对 对不对 你我其他根本不用管嘛 对 那选择权就比较麻烦 他除了看趋势方向 他看落点 对不对 因为他有很多的契约嘛 是 你买错契约很抱歉 你不一定赚到钱 你看对了 可是赚不到钱很麻烦 是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这边 跟各位强调说 我们做期货 因为他最单纯 看方向就好了 是 OK 那之所以会赚钱是为什么 是因为你有做好资金的规划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方向看错 错一次没关系 你不要错一次就毕业就不好 OK 我之前遇到太多人 我错一次我毕业了 这样不OK 好不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我们这一次是怎样 看多还是看空 我们是看空啊 没错 看空嘛 17 149 那是礼拜五下的指令 OK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从前面开始 我说我们一直在做什么事 我们只做一件事 就是全人趋势就好了 做顺势的动作 对 好那我们前之前 OK 因为这个月 算是从3月1号开始跟大家分享 到现在 现在几号 14 OK 14号 我们3月1号就一直提醒大家 我们在 这个盘不对 就是要做空嘛 对不对 我说我们从行骇 我们从军线跟大家分享 说目前就是一个空方格局 对 好那空方格局 所以我们真的是做空了吧 对 我们哪一天 这一天还没做 这是3月2号 3月3号还没动 是 对不对 3月3号都还在哦 那时候停电嘛 我记得 永远记得 1万8 OK 然后呢 一直到这一天3月4号 我们进场做空 对 对不对 我们有 我记得 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嘛 对不对 而且重点是 这一趟做空 好快 三天1000点 我说超级快 我说我们上一次还要6天 这一次3天 6天1350点 3天 其实有些平仓到1100点 对 按照老师最低的底线 还有1100点 1000点 对 然后我们 那天中错了嘛 然后一直到3月8号 继续跌 我们就是在 这一天还没走 隔天走 隔天我们这时候做赚钱 1000点 这样就20万 对 那时候是 3月8号 好8号 这里有钱 OK 然后一直到3月9号 我就问大家止跌了 我说止跌条件是什么 一个没破滴 对 一个收红 有啊 没破滴收红 对不对 是啊 这个地方很多人 都想跳进去做多了 止跌嘛 OK 可是我说止跌 可是毕竟是空头 对 所以我们需要再一步的 确认讯号 我说止跌是止跌 可是我需要它够强 结果呢 它真的有够强 为什么 因为它隔天大涨 涨得417点 老师打岔一下 你说够强 这个强是强几点 叫做够强 应该说 最简单的判断方式 你看一下 就是说前一天 收红对不对 可是它是不是还在前一天的范围内 高点没过 这个高点没过 没有 在这边 这个 这个高点没过 高点没过 好 高点没过 比方说什么 前一天的卖压 它还没办法突破 OK 那个就不够强 是 它突破了 比方说够强 结果它谁知道 它一个直接跳空上去 对不对 对 把这个缺口都补了嘛 对 然后就直接上了嘛 这是前一天 OK 涨了417 是 这是哪一天 3月10号 礼拜五 这是礼拜四 礼拜四 OK 礼拜四 好 那3月 11号礼拜五 那一天就跌回来嘛 就跌了 对不对 可是它没有跌很多 OK 那比如说什么 它也没有很弱 你知道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没有做多 我们没有去强反弹 对不对 那可是因为我们本来就看空 所以我们要等什么 等有空方的讯号出现 我们才去做空 我觉得 这才是真的一个 长波段顺势的做法 长波段 是 OK 说实话也没多长 三天都可以赚钱了 对不对 好 可是 我上次有一直拿2020年的状况 来跟大家做分享 对 你说现在的状况 跟那时候有没有很像 是 对不对 那时候大家也没有想到说 哇 这个肺炎可以也蔓延到全世界 受那么大影响 对不对 全世界都在抵 那现在是怎么打仗 对 OK 大家也没有想到 也可能想说 应该就在乌克兰俄罗斯打 应该也不会蔓延到全世界 是 我想 谁也说不准 OK 反正我们就顺势做 也不用去拆 OK 当讯号出来 我们就进场 就好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天 3月11号礼拜五 对不对 我们前一天下午有发 一个call讯出来 这是期货 今天是不是还在那边晃 哦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我们发了一个call讯是什么 你看 我还在那边提醒大家 高低点的趋势形态 有没有转变 没有 没有 军线 死亡交叉 有没有改变 没改变 也没有 对不对 到目前为止完全没变 好 那你就应该还是要站在空方 才对 没错 所以说我们在3月 10 这是3月11号下午2点多 嗯 跟大家说 就是跟我们的会员朋友说 OK 台子期如果说要跌了 出现17 149的时候 要空方进场 可是有一个原则是什么 我们白天才进场 所以老师您的call讯都是白天进场 对 我说 因为我这边特别提醒 我说下午盘已经算下一个营业日了 下一个交易日 OK 只停利停损 就等于我只出场而已 就是下午盘电子盘就只有停利跟停损 就是你可以挂在那边等嘛 停利停损 OK 所以不进场 不会进新单 或转向 OK 反正就是不做新的单词 对 所以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下午盘常常上去又回来 你会常遇到这种状况 而且当你进场之后 你在睡觉你不知道怎么出啊 对不对 那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啊 所以我们下午盘之后 就宁可我们只出场就好了 因为你出场可以挂着等嘛 对 你不要说下午盘进场之后 哇那怎么办 你可能在睡觉啊 你进场之后在睡觉 那你就没挂出场那怎么办 了解 对不对 这样是风险很大 所以我们不做这个事 是 好所以说我们下午盘只出场 是 那OK 那我前一天是挂什么 17149跌了 有够弱吗 我们跌了 有够弱我们才进场做空两口 结果呢 今天早上最低到哪里 看一下 17150 对 差一点 今天最低来到17150 17150 OK 最低来到17150 我说还真是刚好 你17149老师你还是厉害 我说好准啊 我说不是我算的 是刚好发生的 因为我们是根据一个趋势的判断 说那边是一个转弱的讯号 是是 17150会有撑还真的撑住了 是 OK 那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们是等着进场放空 了解 那你说明天讯号会不会转变 就要看啊 因为我们每一天的抓的这个点位 进场的位置 跟停力停损的位置 其实会调整 会调整的 会调整的 是要看当下 OK 我们今天收盘的状况来做调整 所以并不是每天都一样 我们还有朋友说 老师 那个你那天本来要做多 那等一下跌回来不要做 我说 过去就过去了 不要想太多 OK 因为每天都在调整 所以说不要急 我们做交易就是这样 照规划 了解 OK 依令执行 OK就行 好不好 那就看看说 如果你有兴趣的 对我们有任何指教 欢迎扫描KLCO 了解 我们谢谢志伟老师 那今天我们志伟老师 真的是差那么一点 17150 那老师的抠讯是17149 那在这个节目呢 借此机会来告诉我们的会员朋友 跟非会员的朋友 老师的抠讯 因为期货有分上午盘跟下午盘 他只有早上才会进单 就会进去 他的抠讯才会进场 那下午盘就是到 下午三点到隔天嘛 这个地方我们只有停利 跟做停损 可以预挂 所以呢 会员朋友应该都很清楚 所以老师呢 在这个期货界做波段不多 真的不多 大部分都是 今天有这个波段 我就赚这个波段 强了我就走 其实要获利真的是不容易 尤其是1000点 1350点 六天的时间 还有三天的时间 创造1100点 那在志伟老师身上 我们看到他的稳 我觉得稳 我每次都好紧张 老师怎么办 老师怎么办 我要不要做多做空 其实真的还是经验丰富 是真的是赚到钱 就是跟着志伟老师走 那在这边呢 有一个我们老师 有一个特会的一个活动 期货加选择权 买一送一四个月 只要三万块 那前面呢 有老师的YouTube频道的 你扫LINE AT 里面有选择权跟期货 您可以学习做回放 浅显易懂 还有我们的LINE AT 有任何问题 您可以加LINE AT 来请教我们志伟老师 那最重要的 还是要请大家有兴趣 尤其像现在 整个行情不稳定 不确定的情况之下呢 期货 我们用少少的钱 老师都是先保本 再获利 那你要赚到钱 其实不难 尤其现在老师 还是做空的一个市场 好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播放到这儿 那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运达投顾徐老师 期货加选择权 买一送一 四个月只要三 期货加选择权 买一送一 四个月只要三 速播专线 02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投顾 核心抽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鼓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2781 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 0909 运达投顾徐老师 期货加选择权 买一送一 四个月只要三 期货加选择权 买一送一 四个月只要三 速播专线 022781 0909 2781 0909